大家好 又来到星期一息赞环节 今天请来成家博客教师林硕 继续分享高息产品的投资心得 你好 开闻 市面上我们周围看到很多推销年金广告 政府推出后 很多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推出 到底买年金再多一个诱因 可以赚个人扣税是否一个好的选择 这件事当然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新的产品 以往习惯有钱就去买砖头 收租债做这件事 如果是说旧的方法 就是楼价和租金还有多少增长空间 见仁见智 所以现在要将这些钱拿去比较 究竟我们将它放在供楼那里好 还是将这些钱放在延期年金那里好 你问我 如果局限真的三十多岁 我的看法就是 因为楼价真的会好一点 但如果局限是五十岁或就退休 一会也会讲一讲有些年金计划的数字 可能年金计划也看到它的优势 其实留意我自己的看法 买楼和做年金 其实两样的投资角度是相反的 因为年金的原意 如果以即期年金来说 虽然政府扣税是延期年金 稍后才会解释有什么分别 但即期年金是礼拜一笔钱 然后年金公司 即是很大机会保险公司 就每个月出一个固定入息 直至你中路 按键是反过来的 是你现在近乎定额的去公间楼 虽然加减息会变少少 而最后你就一次过拿回那间公盟的楼 假设如果长远来说 都是有通胀的话 其实资业按键是肯定优胜 因为做年金 你想想想 假设你现在放了一笔钱 你每个月答应有人给你一万元 开头可能你觉得没什么 都要一万元洗一下不错 但其实过了十几二十年 你就明白一万元 都可能买到一些东西 没有现在那么多 对 就是这样 但你现在公楼 我当你公一万五元个月 其实也有些老人家都跟我们说过 公楼头几年就难 但之后的月你越轻松 其实都不是不无道理 因为公楼你公得十年八载之后 其实你那万五元又不是买得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在通胀这个环境之下 公楼是走顺水的 俗称 年金就是逆水 所以如果你是估计自己 还未退休 还有赚钱能力的话 或者还是年轻 就肯定把通胀拉到自己那边 公楼 利用十几二十年去拉低你去负债 但是譬如你说我五十几岁 那年金呢 还有通胀对你的影响低了 因为始终你要花钱 或者要活的空间低了 那年金才会见到它的优势 但是这一样当然我明白了 通胀蠶食了年金派给你那块钱 也可能因为这样 政府都加多一点点甜头 有因 就是有很多扣税出来的 那如果真的可以做到扣税的效果 会不会加添了这些 买延期年金的吸引力呢 那确实政府是做到这件事 是吧 不过政府也重申 应该它只是批了一批延期年金 可以用来被核准扣税 就是不是每个年金策略 就是大家出去 不要见到经纪哥哥 是不是把年金策略过来 你就觉得他很想 要有核准了的墨头在这里 还有即期年金应该多数全部不行 延期年金才行 那延期年金的意思就是 延在什么呢 就是你要慢慢供 或者总之你由这个计划 现在开始之后 隔一段时间才拿钱 即期就即批即落 延期就要隔一段时间 但是延期年金扣税 市面坊间有那么多只 其实怎样选 或者是哪一类才有好处呢 其实说到最后 如果有些人为了focus 想赚免税额 即10,200元 原因是 政府的免税额最多 就是给你扣6万 所以很多人买年金 计划额供5000元 一个月 而6万元当中 拿到的免税额就是10,200元 但我们发觉坊间也有人说过这件事 不过坊间也都说过 外面有些计划 就说用赢政府的字眼 去拿到税额 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太同意 应该 就说很着数 不过你发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为赢了政府的计划 那些年金的回报率 假设这个人是55岁 他们说怎么赢呢 就是说因为你供到第五年 你总共供我30万元 而五年之后 那个计划的 如果你立即断单 拿回现金价值也是等于30万元 变相其实你就这样供五年 五年之后拿回所有的钱 那就可以拿作省了面信 但是坊间我看外面很多展示 或者演示那些就是55岁 但现在不是每人都55岁 我们今天拿了一个另外的计划出来 不开名 它就是45岁假设的 我想实在很多 还有大家留意 延期年金计划 通常要40岁以上才能买的 如果你觉得你是更年轻 你现在二十多岁的话 刚出来工作 你就不需要想 延期年金如何扣税 因为吃不足免税额 你都可以 不过相对用处没那么大 看看45岁的一个例子 我们找到计划就贴实一点 45岁开始 其实五年之后 都是供我30万保费 其实它的五年之后 保证金额有20万 剩下红利有53,000 但由于市面 你可以留意 有些公司的红利实现率也挺高 好像这间公司也是 所以如果假设红利实现率 跟以后一样可以达到100% 其实它五年会达到25万2 都没达到30万 都没达到30万 不过你留意 它达到10年左右 它的保证金额是27万9 而这个红利是75万 那就可以达到35万 亦就是这么说 假设红利的派发率 实现率是可以贴近100% 或者达到8、9成也好 因为红利不一定是100% 一定是它预期有数 可以不保证 是的 假设是达到8至9成 其实你也估计到 你应该在7至8年左右 就当你是四十多岁买 都会均匀 就不需要像外面说 我要达到55岁 找一些计划才能买到5年 结果 其实想今次上来 加添的角度 告诉你 如果你是四十多岁 买另外一些计划都可以做 不过我想你要留意的就是 其实如果想省税 第一 你都不要理买哪个计划 其实我们不是说计划 而是想告诉你 一个省税的计划的criteria 第一要保证金额升得快 好像这个也挺快的 如果将来拿着这段片 或者拿着一份proposal 将我们这段片比较 现在我找到出来的计划 就是5年就是19.9亿 10年就是27.9亿 那便会给你一个定谋 你现在拿着外面一份计划 你自己对比一下 究竟是好或差距 而第二要考究 就是最好它的红利实现 在过往那么多年 那间公司也做到很接近100% 或者190% 这一间是可以的 但起码今天上来就告诉你 其实选延期年金 是谁好谁不好 如果你的目标是以省税为主 就是用了免税额 刚才那两个criteria 就会好帮到你 自己这个计划是 因为我们今天就不展示 第七八九年 它的预计数字是多少 但估计七年左右都可以均匀 以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 这也很均匀 既然你拿了两个计划上来 我又想 可否我45岁的时候就买这个计划 然后你说55岁的时候 就买那个五年就可以拿回30万的计划 计划接计划 也好吗 都可以 我想政府的目标 都是很鼓励你多些存钱 不过你说 在到期之前剪划 我想就未必是政府或税的议员 但怎样都好 你说它的免税额 但以我所知 就是没有限制一成只可以买一份 那你计划接计划 应该是当然欢迎的 这样 这样是可以的 而且只要买的计划 是政府承计的就可以了 对吧 不过大家留意 外面也听过一些传闻 如果你是看到你的原意 是根本为了拿免税额 而不买你的计划 可能真的齐齐齐 195至7年就剪划了它 未知税局对这件事会有对应 不过我们就以计划计划 就说一下如果你是想省税的角度 其实那两个criteria 我想帮到你 现在坊间很多这些计划 我想大家花多眼乱 真的要学习一些用数字 来比较这些计划 才选择精挑细选 绝对同意 今天麻烦林长上来 哪一字赞到这里